1.塞尔维亚的国名来源于古代斯拉夫人的部落名称塞尔部,意为同族或同盟。塞尔维亚人是巴尔干半岛上最大的民族,占总人口的83%。塞尔维亚人的祖先是六世纪迁入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人。 2.塞尔维亚的人口约为700万,其中约140万人居住在首都贝尔格莱德。塞尔维亚的人口密度为92人每平方公里,低于欧洲平均水平。塞尔维亚的人口结构以中老年人为主,年轻人较少,男女比例为94比100。 3.塞尔维亚的官方宗教是东正教,教徒占总人口的85%。东正教在塞尔维亚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影响。塞尔维亚政教会是东正教最古老的分支之一,成立于1219年。塞尔维亚有许多美丽的东正教教堂和修道院,其中五处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。 4.塞尔维亚的地理环境十分多呀,有平原、山脉、河流、湖泊、森林等。塞尔维亚的最高点是米达尔峰,海拔2169米,位于东南部的斯塔拉普拉尼纳山脉。 塞尔维亚的最低点是多瑙河河口,海拔35米,位于北部的福伊福丁纳省。 5.塞尔维亚的气候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。 四季分明,冬季寒冷,夏季炎热。 塞尔维亚的平均气温在1月份为0摄氏度,7月份为22摄氏度。 塞尔维亚的平均降水量为600毫米。 北部和西部较多,南部和东部较少。 6.塞尔维亚的经济以服务业为主,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%,其次是工业,占GDP的30%,农业占GDP的10%,塞尔维亚的主要工业部门有能源、机械、化工、食品、纺织等。 7.塞尔维亚的主要农产品有小麦、玉米、甜菜、向日葵、水果等。 7.塞尔维亚是一个体育强国。 尤其擅长足球、篮球、排球、网球等运动。 塞尔维亚有许多著名的运动员,如足球明星德阳斯塔诺伊奇,篮球巨星佩甲斯托亚科维奇,排球名将亿万米利科维奇。 网球冠军诺瓦克·德约科维奇等。 8.塞尔维亚的文化十分丰富多彩,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。 塞尔维亚的文化受到了东正教、斯拉夫、奥斯曼、哈布斯堡等多种文明的影响,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和特色。 塞尔维亚的文化表现在音乐、舞蹈、美术、建筑、文学、电影等各个领域。 9.塞尔维亚的舞蹈是一种展示塞尔维亚人民生活和精神的艺术形式,有着多种类型和风格。 10.塞尔维亚的舞蹈通常是团体舞,由多人手牵手或肩并肩组成一个圆圈或一条线。 按照一定的步伐和节奏跳动,塞尔维亚的舞蹈有时也会加入一些道具,如手帕、刀、帽子等。 塞尔维亚的舞蹈有着丰富的动作和表情,可以展示塞尔维亚人民的勇敢、热情、优雅等特质。 10.塞尔维亚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两种官方国旗的国家,一种是红蓝白三色旗,另一种是在三色旗的中间加上国徽。 国徽是一个白色的双头鹰和一个红色的盾牌,上面有四个字母S,代表塞尔维亚语中的只有团结才能使我们强大这句格言。 11.塞尔维亚有一条奇葩法律禁止在公共场合穿着红色的衣服,因为红色是奥斯曼帝国的象征。 而塞尔维亚人曾经长期受到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和压迫,为了表示对奥斯曼帝国的反抗和仇恨。 塞尔维亚人禁止在公共场合穿着红色的衣服,认为这是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侮辱。 如果违反这条法律,可能会被罚款或拘留。 12.塞尔维亚的货币是蒂纳尔,简写为RSD。 一美元约合100蒂纳尔,一人民币约合15蒂纳尔。 塞尔维亚的物价水平在欧洲处于中下水平,低于我国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,与一般二线城市差不多。 例如,一公斤的西兰花240蒂纳尔,一公斤的牛肉约700蒂纳尔,一盒400克的蘑菇约120蒂纳尔,一瓶750毫升的红酒约200蒂纳尔。 13.塞尔维亚的餐馆很实惠,一般一顿饭不会超过500蒂纳尔。 塞尔维亚人很喜欢吃肉,有各种烤肉、香肠、汉堡等。 塞尔维亚的特色美食有塞尔维亚汉堡,一份只要260蒂纳尔,还有塞尔维亚奶酪,一份只要100蒂纳尔。 14.塞尔维亚的交通工具有公交车、出租车、自行车等。 公交车收费比较复杂,有时候司机会收费,有时候不会。 出租车比较便宜,可以用一个叫Cargo的APP叫车,需要绑定银行卡,自行车可以在网上买二手的,价格在7000蒂纳尔左右。 15.塞尔维亚的住宿有各种选择,从酒店到民宿都有。 酒店的价格一般在3000到5000蒂纳尔之间,民宿的价格一般在2000到4000蒂纳尔之间。 当然,也要看房间的大小、位置、设施等因素。 旅游景点的门票一般不贵,大多在100到500蒂纳尔之间。 16.塞尔维亚人把中国看作是他们的大盟友,感激中国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的支持和帮助。 尤其是在科索沃问题和新冠疫情上,他们对中国人很热情友好,很多人会主动打招呼说你好,有些甚至会说一些中文。 塞尔维亚人也很尊重中国人的文化和习惯,不会有歧视或冷嘲热讽。 17.塞尔维亚人对中国的发展和繁荣感到钦佩和敬畏,认为中国是一个古老而智慧的文明,有着强大的国家和人民。 塞尔维亚人也对中国的产品和技术感兴趣,有些会使用华为或小米手机。 18.塞尔维亚实行8加4学制,即小学8年,中学4年。 小学和中学都属于国家义务教育,免费提供教育服务。 中学分为普通中学和职业技术中学,根据学生的兴趣和能力进行选择。 中学毕业后,学生可以参加大学自主招生考试,或者参加国家统一的高考。 塞尔维亚的大学也与中国有很多合作项目和交流机会。 19.塞尔维亚实行社会保险制度,包括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等。 养老保险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,占工资的24%,退休年龄为男性65岁、女性60岁。 退休金的计算方法是根据缴纳年限,平均工资和个人工资的比例来确定。 一般来说,退休金的水平较低,不足以维持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。 因此,很多老年人还要从事一些兼职或者依靠子女的赡养。 20.塞尔维亚的房价水平在欧洲处于中下水平,低于我国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。 与一般二线城市差不多,每平方米平均为2746欧元。 其中,首都贝尔格莱德的每平方米平均价格为3500欧元。 总的来说,塞尔维亚是一个物价低廉,风景优美,文化丰富的国家。 塞尔维亚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也是非常积极和正面的。 他们把中国人视为自己的兄弟和伙伴。 如果有机会,非常推荐您亲自去塞尔维亚走走看看。 哈!